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许老师领导了 他是我的老师 作家 作家 所以呢 上次呢 您跟我们这个聊了之后 很多人呢 就注意到这个抑郁症了 是吧 听说看完这个节目之后 很多人都得了 这玩意传染 是吗 我觉得有时候是不是不能 不够空气传染 不是 它实际上是有很多人 它有 但是呢 它不知道自己是什么 它就乱去 比如说去看这个心脏科呀 然后去看各种各样的科 我也走过这个弯路 我跟你说 我必须向你汇报 我必须向你汇报 就是说我 上次咱们做完这个节目之后 我就是你说的这样 在大概其后两三天之内呢 我一直在觉得我是不是得了你说的这个抑郁症 我觉得这是不是传染 后来我一直心里啊 有点对它有点忧怨 我说呀 跟她留这个 留这些东西传染吧 我就觉得我的情绪郁郁寡欢 大概过了两三天 我才走出你的这个魔影 我觉得 我告诉你 其实你要谢我 为什么呢 其实人的一生中 他或早或晚他都会遭遇 不一定是抑郁症 但是他会有抑郁状态 有些人能够自己走出来 有些走不出来 说啥子 对 如果我跟你说了 你就有警惕了 你就不会落到我这种下场 说是重度抑郁 然后终身吃药 我是终身吃药 但是你看脸色还这么好 刷的吗 终身吃药很好 你们造型是刷的吗 刷屏 而且没有 你看咱观众在电视上看 很优雅的一位女士 没有人能看得出来 她是这么严重的做了几次手术的 还有网友批评我 说我这个位置应该做一个医生 说我身为她的朋友 对她没有同情心 真是冤枉了 但是我真的很想告诉你们 这个淋巴这个癌 因为我是淋巴转移癌 我很想就是通过你们这个平台告诉大家 就是这种癌要是小心什么 我走了很多弯路 而且我吃了很大的亏 而且如果有人早点告诉我这些知识的话 我不会那么多的痛苦和不至于这么惨痛 你发现了多久 现在就是又有一个你们李家 最近的新闻都跟你们李家有关系 李兰妮 是吧 这个小李子等等 李开复 李开复也是淋巴自己宣布了 大威 我就是在网上看了一下 他宣布了 然后我觉得其实他这样子面对挺好的 我自己 我当时不懂面对 我其实知道我那个淋巴转移癌的时候 我实际上是正在准备开第三刀 而且淋巴转移癌 它转得非常快 它是这样 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医学普及知识 它有原味癌 有转移癌 那就是说这个比如说像我这种 我的原味癌原来是甲状腺癌 但是呢 因为开刀的时候 我全麻不知道 那然后医生和我父母就隐瞒了 那我就就休息了一个月以后 你也不知道自己是癌 我不知道自己是癌 那然后呢 我就该干嘛干嘛 然后到了98年的时候 我其实就是淋巴转移癌了 98年的12月 这个甲状腺癌 它能变成淋巴 对 淋巴转移癌 而且淋巴转移癌呢 其实它是比较就是 它转得很快 它淋巴 它全身转 那我是98年的12月 做的那个第二次手术 这已经14年前了 你还有希望 我告诉你 但是呢 就是我如果不是碰到两个好的医生 我根本就找死了 为什么呢 就是我98年年底做的啊 然后呢 就转移了 转移了我父母呢 就是没有知识 他也不是到专科医院给我开的 他为了隐瞒 他就找了一个广州的一个区域的人民医院 然后弄了一个假证明 就就就就那个了 于是我00年的2月 我那时候正在和和群 这个这个一起这个写写写电影剧本 然后我妈妈就说说 因为我那时候销售 恶心 然后就会觉得就是地烧 那我妈就 我妈心里有鬼啊 就说哎你去看一下吧 春节 医生我就到了那里 很不在意的医生一摸 就说你马上住院 因为我就 我觉得不可能 然后上手术台 两天以后就是做了化验 这什么医院 啊 这什么医院 在那个中山医的肿瘤医院 那然后那个 那是很好的 我呢就不太相信 我觉得我只我不可能那么倒霉嘛 然后医生签字的时候啊 我也觉得无所谓 我觉得我不可能的 啊 然后他医生说先开上面 然后如果活检不好 就下面就是一直开下来 那就是大手术了 里头的淋巴全部要挖 血管 神经都得扎断那样的 你现在身上还有淋巴吗 我是 他转了 啊 我告诉你啊 我00年的2月做的 我05个月以后 去做那个CT就转了 两边都是 而且本来做完了 这里的淋巴全扫了 然后呢就又有了 不 我没弄明白 你现在身上还有癌吗 有 所以我很想 那你怎么能活着呢 对 我呢就是多亏了这个 我碰到的一个医生 他是我们国家 他是北京抗癌协会 就是癌症康复协会的会长 他呢就是 那时候从美国回来 他就说国际上啊 就讲究的是与癌共存 就是姑息疗法 那那个 有一种学派呢 是斩草除根派 全割干净 对 我我刚开始是斩草除根派 两种罪都受了 是吧 天呐 太恐怖了 我告诉你 因为什么呢 他给他给我 我当时啊 因为他没有全麻嘛 我当时呢 在那里躺着的时候 因为冷 就二月 广州二月是最冷的 然后他就会 听到半个小时 火箭以后 人家唱着歌一样的说 多少床 这个清扫吧 转移了 然后我就听着医生 护士在那里 一边说笑 一边干活 在你屋里扫地 就清扫嘛 就是把我这里 全扒开 血管要结扎 把淋巴 流弄出来 而且我呢 是病理化验识 我把这些淋巴 全挖出来以后 四个淋巴里头 有三个已经 又是转移癌了 那然后呢 而且 最让我就是 心里难受的是 五个月以后 又转了两边 然后到了北京 到了北京 因为我开那个 座带会来北京 居然北京的 那个肿瘤医院的医生 拿我当示范 一看 哎呦 我就好像终于 找到个样板贴 一把抓住我说 咔咔咔咔 这就是失败的 这个手术 然后什么 病理科的也来了 学生也来了 还有别的病人 都来看这个 失败手术 拍照 说这个刀口 切到这里不行 还要切过去 他们的失败的意思是说 没有彻底斩草出根 他们认为就是说 因为他检查就是 就是转了嘛 又转了嘛 不是 他们说你失败 是指什么 就是没有挖干净 没有挖干净 那那以后呢 你就采取了 就是共存的方法 我要 我正准备开两刀的时候 我这时候呢 我就去找了那个 就是这个 姑息疗法 姑息疗法 那时候他还不是主席 我是就是 你找了他之后 我北京不认识人 对 而且我也不认识他 我就去说 医生你能不能给我加个号 他是中西医结合科的 我说加个号 我说我是从深圳来的 我来一趟不容易 然后这个医生就给我加了个号 加了个号以后呢 他就 我就说 我说 我可能那个面容很凄惨的样子 我说我刚开完 又说我又要开两刀 以后他就说 他说其实还有一种 是姑息疗法 但是呢 一般 这样 咱们先打断一下 给大家留个悬念 好像姑息疗法 有点希望 对 广告之后 再请李主席讲讲 枪枪三任性广告之后见 外国专家引进来 当时叫友谊宾馆一号楼 主要是原苏联的专家 在这地方出去 党政官员派出去 神部级的官员有机会 到国外 尤其是到哈佛 去做这样的学习 以我为主 唯我所用 趋力避害 注重失效 问答国家外专局局长 张建国 红星梅凯文问答神州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安台 你是怎么姑息身上的孩子 因为那个医生说呀 其实这个就是现在国际上 比较就是流行的呢 是要与癌共存 他不要把癌说死 因为你常常是把癌细胞杀死之前 把正常细胞就先杀掉了嘛 那你很多病人 他不是死于癌症 而是死于他的那种副作用 和那种衰竭 器官衰竭 或者是抑郁而死等等的 那当时呢 就是这个 癌症康复学会的这个会长 他是叫李萍萍 他就跟我讲 他说其实可以不开 你可以去采用保守疗法 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就认识了一个那个 就是中山医疗留医院的 头颈科的首席专家 这个老头很好是什么呢 他说李萍萍你记住 有人跟你说偏方不要吃 抗癌新药不要吃 因为他说这种呢 是你把钱花光了 人也没了 然后我就紧记住这两个医生的话 就是我尽量不去做多的治疗 也不去多吃药 别人告诉我什么什么名医 什么什么偏方 我都不去吃 那问题是你身体里的这个癌 它不发生作用吗 发生 不蔓延吗 发生 那怎么办呢 在四公分以下的时候 他还是能可控 四公分以上了 必须太多 就再想办法 你说可控是指的什么意思 可控就是它增加的不那么快 但是你要吃一些药是吧 我吃药啊 我天天 简单的说 你就做了两三次手术 两次还是三次 三次手术以后你就不再做了 你就用药物控制 然后你的病情就没有继续发展 我还有化疗这个也很重要 化疗很重要 你现在不觉得癌给你造成什么不舒服了 是吗 会 我没有 就是其实我体力很差 我常常不出来 为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说 人家本来是 但没有生命威胁 他也不会转移到别的地方去 很难说 他姑息就一直姑息到死的那一天 对 但是他会让 他会让我有尊严的死 不会死的很难看 是 聊到这儿 就是不管他了 广义上人都在慢慢的 对啊 就是我们接受不了癌这个字 说实在话 我们是接受不了癌这个字 这是个生命怪 所以那天王蒙老师 我觉得说的挺有意思 他听说谁判了这个死缓 他七十多岁了 突然冒出一句 其实我们每个人不都是在死缓吗 对 对 就是这样 对 我当时记得在医院住院的时候是 就是周围的都是转移了 转移了以后发现老人家很安详 老人家就觉得住进了癌症肿瘤医院 就是幸福 能住几天都好 值了 反正老了嘛 怎么都是个死 然后我旁边有一个 有一个呢 他是转移以后呢 就是借钱 大量的举债 借到就是他丈夫 他儿子都不来见他了 因为他死了的话 欠了多钱 家人要还钱 要就是 所以就家庭关系非常差 那还有一个呢 是孩子才两岁 那个女的极其的渴望活下去 但是呢 真难说 而且整个面目破坏的 很猙獰 这个癌症啊 基本上应该说是人类投入了最大的资金 对 功课研究的 但是到今天你都不能说有多大的希望 只是零星的啊 现在好像说啊 有什么德诺贝尔讲的 就好像是个靶相的那种药物 分子 就那个靶呀 他需要辨认出你的那个癌细胞 然后破坏你那个癌细胞 但是呢 比如说最多发现了一种靶相的那种药物 他只是针对某一种或某两种癌症 而且呢 这个疗效都在实验阶段 都都都都还很难说 一般那个那个老专家告诉我 就是说 不要去相信新的药和新的那个 因为他说他要经过比较长的时间 他才知道他的副作用和他的坏处 那你就不要自己去当小白术 那你的意思基本上就得了癌症 咱就算了 就这么照顾活生 算什么时候 孤希疗法 他有一套那个 就是 孤希疗法 他有一套那个 就是说 首先 一般得癌症的人 他都是压力非常大 而且他在短时间内 比如说像李开复这种 他肯定就是 就是他可能在某一个时间段内 比如说 疾劳成疾 那于是呢 身体内的恶性细胞激发了 他就比较快 但是医生告诉我就是说 第一 就是你不要生气 第二 就是你不要那种 叫做操心 第三呢 就是不要去那种人多的地方 因为这时候癌症病人 他的那种免疫力很低 他非常容易死于那种各种感染 哪怕是个感冒 他很多不死于癌症的 就是癌症病人 其实很多 有可能有三分之一是死于抑郁 三分之一呢 是死于其他的 什么器官衰竭呀 什么什么 哪怕一个重症感冒啊 或者其他的心脏啊 什么什么的 其他的那三分之一 如果你懂得方法熬 其实可以熬到老 可以熬到老 他这癌就一直不会再发展了 他会就是说 他会慢慢长 不让他增长得这么快 巴伐利亚的大脉 正持丰收盲 慕尼黑已沉浸在满城啤酒香 人类喝啤酒的历史可追溯万年 却显为人知 啤酒曾一再地推动人类的变迁 居然之家地球宣言 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顶酒运古坊 配桃花春去 彩无极之水 配圆酒精华 年份软僵 古井贡酒 我看过一个所谓坚强抗癌的一个朋友 其中你可能认识 是那谢敏的第一个博士生 是那个叫陈文超 陈文超 走了吗 陈文超原来就是我做化疗的时候 陈文超就跟我讲 说南妮 咱们熬五年 五年以后就有新药了 这个咱们要活下来 跟时间色保 而且我那时候到了这种地步 就我在中大 我不能出来 我要煮着一把雨伞 没下雨的时候 我煮把雨伞 我又不能走 我就走到那个楼外 去看看太阳 然后我有一天散步 我走不回来 然后陈文超后来知道了 就跟我讲 说南妮 这种情况 你给我打电话吗 我会让我老婆去 把你接回来吗 后来我就说 我说陈文超 咱们都在熬 他也是 就是原来是什么别的癌 然后就转肺 然后就 他是坚强抗癌 是什么呢 他坚持上课 然后博士生课 硕士生课 后来就教育学院嘛 反正他就是 一直上课 还一直写文章 那后来他 他走之前的时候 他就是转移到大脑 而且呢 他知道我 你说他知道我抑郁症了 他告诉他太太 说不要告诉你来你 而且他被人家当作 抗癌的模范 当作最坚强的人 那于是呢 陈文超就曾经打电话 在电话里头哭啊 一个男子汉 就是被人们 誉为最坚强的人 在电话里哭 他说 他说李来妮 他说我觉得 跟别人说没有用 别人不知道 就是我们的难处 他说所以呢 我只跟你说 他说我 什么都准备好了 照片 什么什么的 他说我都跟我太太 说好了 以后我就说 我说陈文超 我说我也准备好了 照片也挑出来了 我说也不留骨灰 什么都不好 我说 我说但是就是这样子的 就是再一天 就要有尊严的 这个活一天 他说是 他说我们要互相鼓励 后来他说 后来他说死的很痛苦 死的就是到大脑以后啊 他会就是很多幻觉 就是觉得 而且人也就是肿脏变形 我今年年初的时候 因为一个原因嘛 就是怀疑 就做正电子扫描 你知道 做正电子扫描 就是专门 就是有 就觉得有所怀疑了 我问医生 因为他是 他是这个 没有特别的原因 不会做这个 这个实验的嘛 对不对 做正电子扫描 就脑子里就产生了 这个癌 这个概念 我就在想 癌怎么医 是个医学的问题 但是人怎么面对癌 是一个文化的问题 对 你一旦想到这个概念 我就觉得 我的整个人生变了 你原来这一辈子 信什么 怎么走 怎么发展 你现在一旦有这个东西 你好像一切都变了 你就最简单的话 你就站在自己的东西面前 你就会设想 别人帮你整理这些东西 会怎么样 对 就是说别人 就我我我这一服 我女儿到时候 以后看到 以后他们是烧掉呢 还是还是捐掉呢 就是会想 这么一些奇怪的问题 所以我真的非常非常佩服 就是说如果已经确诊了 还能够这样 就是像正常的这样活下去 走完人生这个路 我觉得这个是 真的是一个很大很大 社会需要全社会 关注的一个心理的问题 这个人人生就变了 就完全变了 就不知道该怎么 但这未必是不好的 你过去这个佛教里面就讲啊 就是说这个所谓修行啊 就是把死字贴在额头啊 把死就是 你想到这个事情 平常我们虚妄啊 我们不会这么做啊 主要是 你刚才说的那个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就是你懂这个道理是一回事 真正面对的时候是一回事 我举个例子 就是这个人的名字 到时候不要扣出来 那个你认识的 我那时候化疗完了 就是这个海碰子嘛 我得癌症的时候呢 就给我打电话 表示慰问嘛 然后我就说 我说我回复了我的一生 我花了一个一个星期 然后想了我的这一生以后 我觉得问心无愧 所以我就觉得 我要死呢 都心里头很安了 我说所以呢 就是表示 就是谢谢他的这个 就很 就是很 就是就开玩笑说 哎呦 真是 就是你这说这个话 太那个了 嗨什么 什么反思一声 反正就 他就 因为他很爱调侃嘛 就说的很轻松什么的 因为我当时呢 就觉得 其实这不是很好的 懂得安慰人的方法 因为 你真正的癌症病人 尤其像我这种晚期 第三期的 他实际上就是 我该烧的东西都烧掉了 包括就是 我说的这些衣服啊 什么的东西 我都告诉我的家人 就是全部都不要 不要留下东西 啊 也不要通知我任何朋友 我事先料理后事 我事先料理了 都是那个 然后呢 后来过了几年 他是有一次 医生误认为他是搞完癌 他说当时 就是在大连 他在大连很有名嘛 他医生一跟他讲 说哎呀 就是因为有些东西 得用手术拿出来了 活检才能确定 是不是恶性的 他说他都快崩溃了 绝对 他说他开着车 从那个家里头啊 就是从医院出来 往回家啊 他不想回家 因为他说 他怎么跟家里人说 就是他一切的东西 就像你所说的 都变了 他说一直开车 不知道往哪走 然后就觉得 他的人生 他的什么 就很难面对 然后他说回到家里 什么老婆呀 什么什么的 家里的那个人 就哭得一塌糊涂 他说后来 就是过了一两年 我们全委会一见的时候 这时候告诉我 一个呢是误诊 另外一个说 我现在告诉你 其实我是很爱护你的 坚强的 开始说人话了 所以你知道吗 这个人生啊 接着为您播出 西安楼关 文明启示录 而是被化验出癌症 第二天告诉你 误诊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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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